台湾争取加入CPTPP 而台湾综合研究院的创办人刘泰英最新表示 台湾应开放莱猪 若不准莱猪进来 将会影响了我国加入国际组织 代价太大 更指出我们忍受不了 而原金太阳能董事长廖国荣也指出 加入CPTPP 是台湾能够加入多边自由经贸协定的最后一班车 如果我们不想成为亚太地区经贸的孤儿的话 这是最后一班车 再三强调台湾加入CPTPP 是与亚太经贸接轨木班车 原金太阳能董事长廖国荣点出 反莱猪将会让台美经贸关系倒退 更会阻碍台湾争取加入多边自由经贸协定机会 去年八月蔡总统宣布说要开放莱猪进口 这个转变使得这一年多以来 几乎我们跟美国的经贸的谈判 我可以用神述两个字来形容 进口可以唤起我们很大的利益 不能让它进口的话 那我们就照样了 如果我们把关把得好 那产地标示得好 然后我们自由选择 不要让台湾成为国际自由贸易的孤儿 今年前11个月台湾对美国出购总额超过598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30.1% 台湾综合研究院创办人刘泰英最近表示 台湾应开放莱猪 若不准莱猪进来 当然会影响我国加入国际组织 代价太大 我们忍受不了 而同样让企业大佬们担忧的还有缺点议题 路透报导也指出 一旦三接计划延宕 未来恐怕面临停电风险 更透露一名匿名台积电主管表示 半导体业长期忧心的 就是能否稳定供电 每一度电如果燃烧这个煤的话 大概会产生零点九到零点九三公斤的二氧化碳 如果燃烧天然气的话 大概只有零点四公斤了 所以从天然气的含量来讲 这个燃烧煤会比天然气造成更多 更多的地球软化的这个不利的效果 企业界大佬们纷纷跳出来试景 莱猪缺电等议题 背后攸关着台湾经贸发展生命线 记者综合报导